今天買房賣房 妹妹跟她這麼多 現在什麼時間點 剛剛開花對不對 所以我要來告訴我們 現在啊 孩子越生越久 大家就有一個問題 這個所謂明星學區 越來越不明星 到底這個學區宅 是會搭煮不搭煮啊 來跟我們說說看 其實我覺得在講投資之前 如果這個時候你再去投資 你就是笨蛋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呢 如果你之前已經買了學區宅 你就開始要擔心了 因為這兩天你會發現 有些地方招不到學生 比如說像澎湖有新聞搞出 澎湖有學校招不到學生 少此的話是明年開始影響 明年整個小學大減5萬人 平均起來台北是我們影響 有 所以明年預期減5萬人 但是今年你已經看到 少少少班級減減減 是你知道嗎 有網友跟我講 我才發現 哇真的是這樣 因為這是教育部自己的網站 提供的就是說 103年 其實我有對過 有些學校103跟104 差不多人 是 有些班級少到 讓我覺得非常的shock 比如說好了 政大副小 其實它是很精華的地段 明星學校 二期重劃區都新房對不對 兩班 這是怎樣 但你這個都是mineus 都是減幅 小了兩班 不是 它現在只剩兩班 這麼好的學區應該是擠破頭 怎麼會只剩兩班 所以接下來我一下看 松山區三民國賢也是老學校對不對 那個 那個什麼 民生社區的感覺非常的好 對 三班 這個感覺是那種很比較偏瞎的學校 才會剩下的小規模 是啊 可是現在都是市區 市中心發生小的 你看三班 三班 有一些讓我家 比如說像淮生國小 中山區 對不對 兩班 大安區有兩個學校 也是兩班三班 那你說 遠一點好了 中正區的中心國小 可能稍微偏隱於一點 一班也就算了 你記不記得 像華江 舊莊 玉城 文虎 這些都是市中心的學校 兩班 一班 這個學校到底要怎麼經營啊 這是我們小學在讀書 鎮家所在 中校人 全校人 不然套套 台北市 乘幾何時 都三班沒有超過 每個年級 是啊 因為沒有學生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你家父親是我們印象中的好學校 對不起喔 後年開始 都沒有人了 所以從這個地方 你開始聞到小子話 開始發酵了 明星學區都不明星了 沒有 門檻越來越低啦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住 近在明星學校 讓你小孩子念 還是有些像 會這樣想對不對 所以請你看著國小 因為你可能是先念國小 但是你要去對著國中 因為國中是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雖然那個十二年國家還沒有完全執行 對不對 可是呢 國中的明星程度 還是跟房價有差 我講說之前有個朋友 就是為了明星學校 花了一百萬一瓶 去買一個爛公寓 他就是為了念明星學校 但是呢 這一招目前對房價都沒有用了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好了 這幾個是台北市的超級明星學校 對 比如說敦化國中對不對 就是九十九十年度以前 你要念的時候大概要早一年才登記 提早來卡位喔 今年不用了 哎唷 今年不用了 一百零四學年度 等於是說八月三十一號 九月一號開學 你三月三十來設級 都還來得及 都還來得及 同一個年喔 OK 再來是最輕的 你看明虎國中以前要什麼 二三 三四 五六 七 八 九 七年前 提早七年來卡位啊 那現在呢 不用卡位了 你看門檻已經一直降 一直降到幾乎都沒有門檻了 對啊 然後呢 最誇張的是比如說政大福祉 以前要有權壯 因為他是非常擠 可以有些國中部可以直升高中嘛 對 政大很好大概第五志願左右嘛 是 現在呢 不用權壯 好 講到這個地方喔 你就會看到說 你剛剛講的一句話說 看國小對國中 國中才是決定 是 學區宅的 最關鍵的一個位置 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保握 保住你家的房間 你真的很想買學區宅 你就要看國中 好 這是今天Cue出來的第一個重點 但是 帥大哥 板子又寫字了 來 這邊寫什麼 市區都住老人家 立武三明義給他 因為喔 假設是我 我這個年紀啦 假設我和你結婚的時候 他們也不想跟我住 他們要搬出去 他們要搬到新店住房子 對 真的是這樣 所以市區的什麼那個信義啦 大安啦 都是住老人家 你去算他平均年級 所以帥大哥其實也是看空所謂的學區宅 因為學區宅 你如果都搬到外面 以前大家都講一句話 你把大安區的公益賣2500 到林口去買1500 你不用貸款 你還有1000萬的現金 我再告訴你 老人家沒有一個要搬 因為他怕他搬走了以後 我那45年的老同學找我找不到怎麼辦 所以市區全部住老人家 所以最精華的地方都不是給該用的人用 所以不怪現在小學校越縮越小越縮越小 小孩都搬了之後嘛 沒人嘛 但是話又講回來 你說這個學區宅 幾歲不算算買的去 小孩都走到沒半了 要怎麼辦 沒辦法 這沒有 你看 私立學校也收了耶 你知道嗎 像那個 我們講說維格很好對不對 維格今年只有六班 然後你說 歷人國小在那個安和路上三班 所以你不要以為私立國小就怎麼樣 私立國小一樣受到減班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住得比較舒服 那我就跟各位講說 如果說你今天家裡不想買房子了 你有一個預算存到錢 但是你想說到底要換我好呢 你乾脆把那個錢拿去裝 還你家就好 把你家裝得舒服一點 你至少可以住得高興一點 反正小子化了嘛 房子也沒要投資了嘛 對不對 你那個錢挪到房子 至少讓你家比較舒服 也比較稍微保值一點 錢給花在刀口上 接下來呢 這個大家聽到好誰喔 三不一樣 這個新法是為了要交給大家 好 就是如果 通常我們以前在買房子的時候 喜歡說買個三房嘛 對不對 對 你想賣的時候 你可能要三房 所以很多人買了三房之後呢 我想要繼續用著三房 因為哪一天五年後 我們講說五年後 可能要換屋了 五年後還是留著這個三房 我先告訴你 五年後你也不用留三房 你兩房就可以了 兩房怎麼夠呢 三房是最理想的格局 沒有小孩啊 沒有小孩 所以你可以三房 三小房 所以還是回到小子的話啦 是的 所以三小房改成兩大房 至少現在住得舒服 以後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很多朋友就是 啊 那個就是 那個牆壁捨不得割一個洞 你想說以後要賣的時候 還要再復原 還要多花一支錢 不用 你就直接改成舒服了 因為兩房以後還是很好賣 所以你就要變成大兩房 會比較舒服 第二個是呢 小孩房便宜建材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小孩子會長大啊 然後呢 等到你比如說五年之後呢 東西也爛掉啦 對 你說原來的裝潢你花三千萬什麼 三千萬買的房子就花五百萬裝潢 這樣子超過這個比例的時候 你下一次要賣的時候 這五百萬一樣是零 No 損 因為你用過了 裝潢就不值錢 所以你小孩子會長大 你陰陰少紙化的話 家裡隨便那種 感謝幫作者就好了 好運就好了 因為小孩子長大的時候 你書桌也不能用嘛 一眨眼就長大了 就眨眼 所以你千萬不要說 我的那個書桌 用個十萬塊頂級的 科學的小孩子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我覺得十年後 那個東西就爛掉了 其實你換個新的就好了 好 那錢還要花在刀口上 還要注意什麼呢 所以不要做開放式書房 因為很多設計師覺得說 房子小嘛 我要展現我設計師的實力啊 而且你開放書房 這個房子看起來空間更大耶 好大 對不對 可是你看 我們看這張照片 這個是客廳 這個是書房 但是你坐在這個客廳 後來發現 後面有人偷窺 所以你不愛坐這裡 所以全部的人 都會坐在這個書房 可是你在這個書房 你會發現 這個書房怪怪的好大 我就不愛念書了 我就看電視去了 所以最後連這一塊空間 都不來 就直接到房間裡面去了 那我這邊把它隔起來 價錢會差多少 隔起來至少好用多了 我們不要講價格 我們講好用多了 因為在風水上 這個叫做 沒有依靠的客廳 這個客廳是無法拒棄 也無法拒人 就坐在那個地方 後面要有靠山的感覺就是了 是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書房 你不如把這個書房 跟主卧是合併成一個超大房 因為這樣的做法是說 你看可能還有兩間房間 對不對 對 一間房間做書房 反正面有那麼多小孩 哪一天你要賣的時候 你就直接這個板子 直接坐起來就好了 就變一個牆壁了 對不對 好 那講到空間的運用 大家想當然而 你一直在顛覆 我們原來的想法 比方說開放的 你打一個叉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要把陽台外推 我室內越大越好 管你有沒有陽光 沒有那麼多小孩 你需要這麼大的空間幹什麼 陽台非常好用 我們過去這個月講的 所謂的漏水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 陽台外推造成的陽台漏水 那如果你今天在台北 是陽台隨便外推 哇 柯B馬上說要來拆你家 你就更是得不償失 陽台如果說你是朝北朝東 陽台要留著 因為你要讓那個濕氣跟寒風 留在外面就好了 萬一你今天有發生弊 然後讓陽台有幣 不要讓你家有幣 那是一個緩衝 不會直接殺到室內來 是的 如果是今天是朝西 全台的朝西房 那就是陽台一定要留著 你可以用植物把它遮住就好 如果說你直接外推的話 你的熱氣會直接進到屋裡面 你便會花非常多的錢 還有一個非常顛覆大家想法的 就是這個家裡頭 大家都是乾濕分離 反正站著刷一刷洗一洗就好 這年代誰還在泡澡盆浴缸對不對 你居然叫我們說 這個LKK的浴缸要給它留著 要喔 為什麼 上禮拜有沒有缺水 上上禮拜有沒有缺水 有一台風 這樣很害的耶 動不動水就給你留 你就缺 是啊 你要為什麼 設計師喜歡把那個舊浴缸拆掉 弄成淋浴缸讓你覺得比較大呢 對 因為我比較厲害嘛 這樣我才有做事情的感覺嘛 你的胃浴乾濕分離這樣子的話 當然是重新防水重做 這樣我比較厲害嘛 所以留著浴缸不是要讓人泡澡的 有時候要來吞水用的啦 吞水 很好用耶 其實這一次啊 只要有浴缸的人 大家也都沒有缺水 那像我們家是沒有浴缸 所以缺水的時候 我要去樓下游泳池 搖水 坐電梯再上去用耶 這樣才有馬桶可以沖 所以未來呢 少水 缺水是一個趨勢 其實二路我常看氣象都知道 趨勢之下 你家的那個上面 樓上的水台又不能增高 又不能增多 你不能夠想有就有 那你的浴缸就要留著 好 慈惠今天告訴大家 這個花錢的三部醫藥的新法 大家做一下參考 點一點我們口袋有多深 買房子嘛 大家都很斤斤計較